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橙汁鸡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的主料 当然你也可以用鸡胸脯肉,但是鸡腿肉会更嫩一点 除了这些里外呢,你另外要准备50毫升的橙汁 35毫升的水果醋,一点熟芝麻 苹果醋或者葡萄醋都可以 把面粉和玉米淀粉放在一个大碗里头混合好 稍微的搅拌一下,混合一下 然后我们打进一个鸡蛋 200毫升的凉水啊,可以分两次或者三次倒进去一起搅拌 如果太干呢,就再加上10-15毫升的水 因为还是那么说的,面粉的吸水性和鸡蛋的大小不太一样 泥纸打到看上去,这样子可以滴落下来 然后现在我们加一叉勺的盐 还有一茶勺的白胡椒面 均匀搅拌好了以后,我们把它盖上塑料薄膜备用 现在我们来切鸡肉 去皮的鸡腿肉切成大约2厘米见方 这样刚好是够一口咬的 如果太大了吃起来不方便,太小了吃起来又不过瘾 你看基本上是这样子就很好了 把它们都切好了以后呢,放在调好的面糊里头 把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都均匀地沾上面糊 现在我们来起油锅 烧热到350华氏,也就是180度的样子 慢慢地放入鸡块 一次不要放太多 因为你放太多的话会影响到它的油温 也容易粘在一起 慢慢地把炸好的就都拿出来 放在垫了厨房纸的容器里面 盘子碗都行 为什么要垫厨房纸呢 因为它太热了,会形成一些水蒸气 这样鸡块就软,就不会再脆了 现在我们用一个锅把它烧热 放一点油 把蒜蓉和姜末都炒香 然后我们把中糖倒进去,翻炒一会儿 让它大部分都有点要融化了 能炒出焦糖味,这时候比较香 然后我们倒进去50毫升的橙汁 然后再倒进去35毫升的葡萄醋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也可以倒苹果醋 这样可以带出它那个橙汁的香味 现在我们加老抽和生抽 用两勺淀粉加上水调好了以后呢 倒上 现在你可以改小火 把这个汁烧浓稠了 然后加进炸好的鸡块 和做好的这些汁呢搅拌均匀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能拉出丝来了 一看就非常好吃 最后撒上熟芝麻 拌匀了,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个菜有浓厚的橙子味 酸甜咸可口,非常受大人孩子欢迎 就这一杯小酒,美美的晚餐就准备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 谢谢,谢谢收看